各位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 我們是希5,晨早新聞報寸 今天天氣相當不錯 如何呢天氣?請大家給我一個Like 來到7月11日,星期一 酷熱天氣警告是現正生效的 高空反氣算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酷熱的天氣 今天天晴日間酷熱吹和伴的冬至冬南風 最高之外線指數大概是13強,到屬於極高 天氣好,那些人出去玩水 玩水是會浸到的 有個小朋友會浸到的 但是看新聞也不算多,這些意外 最厲害的,頭條 郭富城豪宅被人爆洩 現在的豪宅又不是失火就爆洩 不只是郭富城,另外還有一間豪宅被人偷東西 稍後告訴你 葵涌昨天水浸街 爆到噴噴聲,那些咸水喉還是什麼 真是瘋了,整個在高空拍下去 好像威尼斯一樣 另外這宗人間慘劇 老公踢球就撤死 老婆跟手自殺跟進去 自殺身亡,人間慘劇 有一宗暴力事件 上水有個男人說 上水刀客 撥車追斬 乘客說 有人殺人 這樣 多亂 香港 確診方面 接近3,000宗 2,992宗 詳細新聞內容 多兩個長期病患者 離世 接近3,000宗的確診中 有219宗輸入個案 那兩個離世 生前分別有腎癌和長期病患 她說 確診個案有機會再升一倍 衛生署體的趨勢 叫大家 這招厲害了 她現在不說打針 她說什麼 謹守社交距離 減少外出 個案就有機會升得沒那麼快 也會升 但叫你自己沒有外出 我們自己禁足就可以了 關自己家裡 買點東西吃 可以了 這招怎樣 好 博外醫院那邊 有個博外醫院田嘉丙護養院 一個病房裡面 兩個病人 四個員工染疫 有這樣的醫院群組 另外康志外東宿舍 有三個院 有一個員工確診 其他十八名院 也要接受檢測 厲害了 都是有些爆發群組 但是不夠這個厲害 警察總部 警察總部 灣仔那邊 都是立入強檢 一個職員餐廳上榜 多七十個場所 就立入強檢 大埔也多 周圍都多了 其實要說全香港十九區都有 特別是食肆 將軍澳大快活 荃灣有個叫道香 很多都是上榜 屯門的娛樂 潮江春 銅鋾灣 銅鋁灣潮江春 現在去到銅鋁灣廣場二期 我還以為是黃失寶 大家自己看看 安心出行 由於確診很勁抽 連海關關長 都需要檢疫 因為他有同事確診 海關關長何佩山 因為一名同事初步確診 列為密切接觸者 他也要驗一份 沒事的 不用見了 習主席 仲不仲都是這樣說 又不用閉環 又不用等 另外呢 澳門那邊誇張 有人昨天誤會 都不是禁足 唉 我寫禁足七日 我後來都要改 很多人不明白 禁足足七日 遺風禁足足七日 即是吃粥兩小時 吃粥難道是吃腳嗎 澳門 你知道廣東話 中文字 已經博大精深 澳門看的超級市場 貴到瘋了 四個奇異果 平時香港賣什麼 十元四個 二十元四個 頂了 二十元四個 四個奇異果賣二八零九元 網民說 嘩 乘機抬高一些物價 超市說 打錯價錢而已 四個金奇異果 我金奇異果也要二三十元 四個就 形容說很貴 網民說是否趁火打劫的典範 有人說打錯字而已 每個超市都打錯 不是吧 因為他發覺不是一個人打錯 二八零九元一盒二十二個莊 的奇異果 貼在四個莊 他說是貼錯 貼錯 不過有網民看到一棵大白菜 另外 賣一百零八個六 澳門 排隊入超市儲糧 那些人都是很規矩的 排隊相當之有秩序 那 沒有的 要看一看別人 因為他也是第一次 這些算 我也不知道算是封城還是禁足 還是有限度的 遺風 又說不用上班 又不用其他 都要看看他們的做法 是否可以有效地減低確診數字 你知道香港也要看他們的 那究竟 澳門又會不會跟回香港呢 因為接下來香港又搞健康碼了 不過好像澳門已經搞了 是不是 但是我們看到 什麼 昨天在一些新聞裡面 又訪問一些人 健康碼 你怎麼看 當然好 有些女人出來 當然好 不要讓人到處走 澳門好像已經有那些健康碼了 稍後跟OK仔研究一下 因為我都不太了解 其實大家都不太了解 因為我們不是澳門人 不過始終大家都是 同一枝水的 那就看一下 看看誰做得好的 就跟那個做法 這些就沒什麼 另外 就要講一下今天的 嘩 頭條 國呼聲 大坑道豪宅 就被人打劫 嘩 事發時 晴晴在睡覺 在睡覺 他說跑馬地大坑道清晨發生 懷疑連環爆竊案 其中一個 遇劫的單位 就是藝人郭富城的遇所 當時郭富城在睡覺 時間 就是早上五點三十五分 他這個 嘩 爆了他的家住哪 大坑道三百四十五號 家園一樓一個單位 大門虛染 窗戶打開 懷疑遭賊人爆竊 警員接報到場調查 初步懷疑賊人 是由水渠排入一樓平台 經窗戶潛入犯案的 為何不散場 郭富城的外府也在 家人證實了解消息 是的 家人證實了解消息 他外府穿著白色底衣服 中間分界 我以為是郭富城 外府的髮型和造型 和郭富城是一樣的 消息指 郭富城原本住在大廈的頂樓單位 因為裝修 走了一樓先住 而一樓一梯就三火 測人潛入郭富城鄰居 搜尺完一番 再連環爆發其他兩個單位 期間 被郭富城的家庸發現 測人沿著水渠逃離 其中一個爆竊的單位 經過點算後 損失了幾百元 你說有錢的 想著爆發其他有錢人的家 誰知只有幾百元 另外一個單位 仍在點算當中 而郭富城的住所單位 沒有損失 警方派出搜索犬到場協助 暫未有人被捕 幸好沒有事 最好 他們這些都是打劫的 不是跟你拿命的 好了 說一說 今天也有些動物新聞 七人車在小巷裡 撞到一隻黃貓之後 不顧而去 網民說 真的太過分了 撞到有沒有死亡 躺在一旁 滾過了 閃閃一息 有一條一分鐘的影片流出來 那個時間是7月7日 下午3點 地點是不明的 片中看到一隻黃色成年貓貓 當時準備在路中心 喵尿 如刺 雖然說 突然間有一個七人車駛過 砰 撞到他們 司機沒有停車 看貓的情況 反而將車開走 不知去向 而這隻貓 等七人車離開之後 然後 打到路邊 驗驗日蜥 上載片段 社交平台的網民說 自己不是片著 不清楚地點 又說當時的黃貓 在路中心 懷疑七人車的司機 為什麼要處亂去呢? 要是看不到 要是故意 那便呼籲片主立刻报警 但其实也不用呼籲了 因为这些拍到的车牌 香港其实上年四月三毒通过这个法例 扩大了动物涵盖的范围 包括猫和狗 2021年道路交通修订条例 他说你碰到猫狗必须停车 他说等交通意外中受伤的猫狗获得适当的治理 为例者最高可以罚款15000元和监禁12个月 这条影片在头条日报上登出来虽然打了格子 但我相信在网上一定有一个看到车牌的版本 而车牌一定是有登记人 所以这个人已经犯了法 正如来说应该被警方通緝 看看他什么时候被人逮捕 葵聪昨天就爆水管 哇 厉害了 变了宅国 登柱都被冲走 冲倒是冲倒的 没有夸张冲倒了 交通严重受了 葵聪爆水管 街道变了黄河 成条黄金 葵聪石任路 食水喉爆了 夹杂住沙泥 食水涌出来 掩抹了路面 昨天这张照片在网上有很多like 有登柱都被冲歪了 昨天是星期日 这条街上很多人 应该有很多住过区的人都会看到这个情况 交通严重受阻 警方在场指挥交通 水务署人员到场抢收 安排水车 以及受影响的两条屋邨 五条街 应该都没有水到的了 这样能爆的话 在石任路2号和同梓街交界对开 昨天早上9点5个字 有地底食水管爆裂 大量食水夹杂沙泥涌出 路面掩抹 引致路陷 一支电灯柱陷入车路路面 石任路和尔合路一带交通非常激烈 部分巴士线需要改道 浸水浸到小腿位置 市民需要间水而行 饱水管位置 有个猪肉档 都要立刻关灯 停业了 旁边的生果档店主说 食水管爆裂的那一刻 好像地震一样的声音 在地上突然路陷 大量食水就涌出来了 真是吓死人了 他说 有酒楼估计没有食水的供应 因为包括早午市都受影响 已经损失了6万元 起码都 这些不知道有没有多保险 涉及很多条路 尼木道 有个儿子玩风火轮 炒了 在地面围流大量血迹 炒爆头手脚 这么恐怖 我炒得很禁 很禁 很禁 一个怀疑踩着风火轮 电动单轮车的男士 早上在茶果嶺道 失控自炒 头手脚受伤 送丸自理 这就是茶果嶺道81号 近入汽站 警方早上7点17分 接获图人报案 他说 救援将伤者送丸自理 现场楼下大片血迹 交通警员事后 带走风火轮调查 那我未来 不知道这些玩不玩得 其实现在 你在行人路上 警察又说带走风火轮调查 你会不会有些法律刑责呢 是不是 这些算不算是 是不是违法呢 我都不清楚 又说要多快 多高速 遲些所有东西都要带头盔 希望可以减少意外 接下来的运输署将安全带 安全带抗制所有车辆 是所有车辆 包括巴士 私人小巴 货车 特别用途的车辆 都需要有安全带 希望可以减少伤亡数字 不过其实巴士也很少 很少说乘客是什么 通常司机就大事 因为司机不像那些私家车 司家车前面有个东西 通常巴士给那些 那些货车后面的架 他看不到距离 放在一起就能夾到司机 我只是说新闻 一年都夾到几件 所以这些都是很惨的 他们要弄就弄吧 巴士一向都有安全带 你记住立法 如果不是被人捉到 没什么的 罚钱而已 真的又罚钱 好了 那说一件 说一件什么呢 是不是人间惨剧呢 这件事都很严重的 大埔男子踢球撤死 老婆呢 就 吊颈 跟着 亲友在球场怒祭 悲伤悲痛落泪 年轻男子 遭逢死劫 踢球的时候 突发性心脏病离世 最近很多人心脏病 我有个朋友对心脏病过生 晚点有个专题可以说 就是网络的男神BB 很年轻 其实跟他也认识 加上网络的新闻也可以说一说 突发性心脏病过生 这次先说踢球的男人 很年轻 他和老婆结婚三个月 新婚三个月的妻子 一夜间痛失之外 无尽的悲痛当中 选择了结了他自己的生命 在家里吊颈死亡 夫妻的亲友 就在昨天 去到丈夫的死亡足球场怒祭 神情哀疼 说起这个足球场撤死 除了我刚刚有个朋友 心脏病过生 我另外有个朋友 去年也是在足球场上踢球撤死 是的 大大脚脚没事的 正正常常 40岁左右出头 都是这些年纪 然后又走下去了 真的 踢球可能晒 中暑 追球 平时小运动 其实做运动这些突发性的充斥 比较危险一点 我们做大洋运动 继续渐进会比较安全 但是有些人觉得那些运动不好玩 好像踢球刺激一些 突然间 但是我做运动就不是说好玩 我做运动是说训练 训练自己的身体 所以有些人经常做运动 例如打籃球 或者怎么样 但是身形不是特别好 我年轻的时候也打籃球 但是体能真的很需要 这些人一起搶球的运动 是很厉害的 有些突发事情 大家也不知道 可能身体有些突如其来的改变 平时吃东西不戒口 我吃东西不戒口 以前很多人都是这么大声 现在人们不是这么敢说 专家形容事件真的令人同心 因为两夫妻走了 至于伴侣离世的打击很沉重 亲友可以提供情绪和实际需要的支援 帮他渡过难关 但始终要看那个人 究竟是否能够通过那件事 你说亲友陪在你 父母可以的 但是你出来嫁了之后 跟你聊几句 可以不可以 他点点头可以哭 你都要走 他走的时候你是不能控制 这个男死者的姓陈 在银行工作 34岁而已 他很年轻 他老婆姓魏 魏属不过魏 在内地妻子相逝一年 定居在大埔昌云中心 昨天下午5点 夫妇的亲友去大埔混头堂 足球场进行怒祭 放下烧肉、巨毛霸等制品 用个铁筒烧明强上香 大家都很傷心 难掩哀伤的心情 期间有长辈抱头痛哭 要人安慰和参赴 逗留10分钟左右就离开了 现场消息指 男死者过往就读大埔区中学 同班救生踢球 定期 星期五、六都在踢球 踢了很多年 死者身材是较肥的 而患有心脏病 是的 我讲的那个 我讲的那个 我会讲的那个男神BB 其实他也是偏肥 很多人有这些隐质 因为平时吃东西不太戒口 有那些心血管的问题 揹着炸弹 是的揹着炸弹 你不跑可能没东西 跑一冲 有些东西一堵住 那些气去不了 一呼一吸之间 人的命 他就在前日九日晚上踢球时 运到 期间一跌还砍到额头流血 这些波友马上跟他做急救了 不过救护员将他送院后 证实是死亡 对于新婚妇人在丈夫撤死 第二天就掉颈 家庭和亲子教育工作者 司徒汉明表示 伴侣离世对人的打击最严重 涉事的夫妇年纪都很轻 和新婚无奈都很甜蜜 你想想人家结婚三个月 开心的人生阶段 老公適逢不幸 妻子遭受严重打击 就会令情绪失控 想起一边 甚至会做出一些失去理智的行为 最终酿成更大的悲剧 事件令人痛心 他们就叫 如果家人和伴侣离世的时候 不适宜一个人独自留在家里面对 他建议有家人 在情绪和实际需要两方面支援 帮助当事人渡过难关 是的 自己一个人想起一边 一定是想起一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所以那些家人都可以帮他实际的需要 因为那些人在适逢巨劫的时候 他们是不懂得治理自己 你可以帮他打点一下生活 买一些日用品 帮他清洁一下家里 这些都有很大的帮助 我勸大家 这两宗新闻来 一宗踢球 过身 另一宗就是 老公过身 接受不了 然后自杀 这个相当之惨 人间的惨劇 最惨是老人家 老人家突然间 年轻地走光 好了 吃雪糕也要小心 之前说是 蘑菇那味的 哈根大斯 哈根大斯 四款雪糕含有除害剂 食安中心呼吁市民停止食用 嘩 他说含有欧盟禁用的除害剂 叫做还养月圆 不要吃了 这些哈根大斯 四款 都不知道是否只有四款 现在这样说 上次说 是蘑菇那味 现在 四款都是蘑菇那味 一个就是473毫升 一个就是100毫升 接着这个是75毫升 还有9.46公升 它都是 全部都是 这个 呃 蘑菇那 雪糕桶装 是啊 大家自己 嘩 我最喜欢吃蘑菇那 有没有搞错 每个都有 可能那些蘑菇那叶 它这个是什么 除害剂 是那些农药 可能那些蘑菇那叶 本身种的时候 那种味道太香 它是要放那些除害剂 等那些虫 不要走去什么 那就糟了 我知道很多人吃哈根大斯 最喜欢吃 就是吃这个蘑菇那味 因为 全都出位 每个都好吃 老实说 说说吃东西 最近的榴莲 真的是丰收 现在榴莲放蹄 香港有 猫山王 黑刺 高山 XO 无限任食 有个搞放蹄榴莲 人均最便宜 要595元 是的 是好吃的 但是我觉得榴莲 不宜多吃 尤其是你在爆痧 喉咙痛 上火之人 如果你本身胃寒 吃一块榴莲 是治愈好的 人身体是讲平衡的 榴莲是燥热的 最燥热的了 一吃下去 口腔那些 有些伤口 都好像想发炎的那种感觉 是的 一块已经足够 而且榴莲是通经的 那些女人如果血气不好 吃榴莲真的通得出来 不过你说怎么放蹄 这些吃坏你自己而已 我知道生意是要做的 但是榴莲吃得多 真的无益 血糖高 是不是 你升到这么高 如果有什么心脏病 真的爆给你看 血压升高各样 吃完榴莲的人 不觉得特别滋味吗 那口气 撐住 还有吃完榴莲 真的千万不要喝酒 加上心跳加速 爆血管也像 现在我知道很多榴莲放蹄 有些玩到858元一位 比吃生蚝自助餐更昂貴 色可而止 散叫 我也跑去那些白拉胃囊 做几只金枕头 吃一件两件 一件起两件就算 是的 因为我本身以前不吃的 但因为它有食疗作用 我自己胃寒 一胃寒 吃完东西又饭酸 不太舒服 接着吃一些韭菜 榴莲 但不要一起吃 分开吃 一起吃又不可以 太粗 那就医治好自己 弱食同源 好了 说一下上水拨车那件事 上水为黑夜 刀客拨车追斩 南乘客就叫 有人要杀人 上水为公辞 有人要杀人 不是说 一个男人驚慌地报警求助 就是跟警察说这句话 同车司机非常惶恐 不知怎样 不知所措 问报案中心人士 我是司机 我应该怎么做 两个人经历了些什么 为什么这么害怕呢 车镜就拍出来给你看 片段中 有个男人拿着刀 疯狂地拨他的车 拦着他的车 憤怒地咆哮 嚇到男乘客不断惊叫 开车 开车 报警开车 你是好人 他又不怕死 你拿着车 骗他一下 他也是这样 是吧 但是 有一条这样的影片出来 就是 昨天 早上10点左右 流出一段 2分46秒的影片 上载者写着必看 上水为的士乘客 被令一个男人窮追 对方跳上车顶 打爆玻璃 司机开车逃跑 片段开头 有个的士 应照停泊 在上水为公厅 对开 有一个穿白色T恤性关的男人 就去到上车 司机说 走了 那男人说 等我三分钟 那是客人 谁知道 一个啡色衣服的男人突然间 在暗的灯光走出来 那个男人感到来者不事然要求 司机 锁门 鎖门 立刻鎖门 好了 穿啡色衣服 那个男人指着车头就叫 开门 然后爬上车头 对 就是喊破喉咙 大叫 开门 一声 传来什么 打烂了车窗玻璃的声音 的士司机怕 哇哇哇哇哇哇哇 无端端 跑个人出来拿刀 有刀 就打爆他的玻璃 这个男人的客人大叫 开车报警 开车报警 快走 司机一边开车一边问 你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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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你有没有电话 接着他说 我正在打 是的 的士即将离开上水为之際 那男人不知道在哪里又跑出来 用刀指客两个人 木路空光地叫他们 下车 是的 这个时候 接通了警方的电话 接着他说 尚水为有人要杀人 尚水为公刺有人杀人 打烂了车 那么 的士成功逃脱 这个啡衣男人 接着报案人士就说 我现在跑掉了 他声称 会到警署报警 的士司机嚇死了 驚云也未定 很慌张地问报案中心的人士 我是司机 我应该怎么做 之后片段就结束了 很恐怖 那个乘客五十三岁 为什么呢 被人用铁锤 拨爆的士后座玻璃 那个人的手都受伤了 现在车都烂了 不过他拒绝送软治理 现在暂时列作刑事毁坏 但这个男人也很狼死 又拿铁锤又拿刀 这件事也是很恐怖 究竟会不会捉到 这个这么凶猛的人呢 在这个图的右手边 右下角就看到这位人兄 危险人物 大家小心 今天时间到这里 谢谢 拜拜